今天补了这么多的白莲 这应该是花白莲吧 放到这个里面已经放了4条了 5条6条7条8条9条10条1112 134154个时机1849202122232425 25条一路舟舟牢都没死掉吧 快跑快跑 嘿嘿嘿 跑得远一点哦 在这边上 死掉了肯定会死掉一点 搞的桶里面搞了两个小时了 总会剩下十几条吧 这就够了 这个里面全部放的是花白莲 要放一点麻莲才行 火杀劲 刚刚收了小龙虾笼子 笼子没收完 哎 懒得搞了 今天把笼子给搂上来吧 顺便就一起把虾给倒出来 然后下 然后下浅水泵 把水排干 看两天两夜能不能把水抽到环沟 卖掉了五斤虾 这里又搞了五六斤的苗子 反正苗子天天往里面倒 西鱼 西鱼不能搞进去了 天天是往里面放苗子 就是苗子不存活啊 也不管了 先扔进去吧 这个天 再过半个月 那个羊苗应该会长好 就这样吧 天气阴沉沉的 这种天气 其实最好直播水稻了 但是田还有三四十公分的水 从两天两夜估计差不多 然后搞完水稻以后就没啥事做了 每天就只喂一喂虾啊 然后主要的任务就来打理我的果园了 果园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怎么管了 这个叶子被虫吃的很严重 这马上就有功夫了 有空了我就把这个鹅 看看要不要再抓一波过来 鸭子呢 鸭子就这么多吧 鸭子也长那么大了 开始长羽毛了 这个鹅呢 最边上是一个鹅 这个鹅长得跟鸭子一样 天天被大鹅欺负 再看两个羊鸭 羊鸭长得好大了 好稳重的 小鹅花鸭长得特别慢 哎呀我的母鸭怎么跑出来呢 快进去 把他们关在里面 这是我种的瓜 看 一边一条一边一条这样拉着的 还可以吧 今天的那道雨水 导致这瓜还不开花 再等等吧 这草树我用锄头把它除掉的 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用锄头 在果园这里挖了 昨天挖了一上午 今天挖一上午 在这个地方 撒了芝麻 看看芝麻能不能收一点点 小龙虾没啥搞了 就来果园忙吧 看我的果园已经 不能说荒芜吧 反正没有管了 枝条也没有剪 接下来要抽空 把枝条剪一剪了 尤其是那里的齐层树 被杂草淹没掉了 吃不吃 不吃给我吃 你会不会吃呢 嘿嘿 你要吃赶紧吃 那这个鱼头你都没有吃 有人说你会吃这个 你不吃 不吃辣豆 下暴雨了 这么大的雨 好大的雷啊 吓死个人了 这下场正在放水 这么雨一下的话 我估计 瞬间就要上场这么多 像这种雨只要下一个小时 多多的 大雷了 好吓人了 把天都下黑了呢 好响啊 今天下午花了三个小时 收过来一多半的笼子 把它捞上来了 然后还剩下两排 明天把它给捞上来吧 再就两个蒸氧机捞上来 十万母汤再过大概三天左右 就把水稻种子给撒下去 好 谢谢观看